三子騎車在街上 三秒圈右轉進對向車道 整個人逆向騎在快車道上 當時還有其他的騎士經過 全被這螢幕嚇了一跳 騎士在復興北路逆向之後 就在長安東路口迴轉 但沒有想到他竟然又再一次的逆向 甚至一點是橫跨了三個車道 相當危險 事發就在台北市松山區 警方調查20歲的郭姓騎士是大學生 日前跟朋友凌晨到復興北路 一陣KTV喝酒唱歌 以為休息兩小時就夠了 租機車回家 卻是最懵懵在大街上違規 呼氣 呼 喝多少 沒喝啦 你就都有酒精了 你那邊說沒喝 信誓旦旦說沒喝酒 但酒測一測果然超標 繼續 流量再來 好 我們一起看 是 0.54 其實每天晚上12點 早上6點 台北市警方都會安排兩名遠景 在KTV的門口做守望的勤募 這是為了要避免酒後姿勢 或是有酒駕的行為 而這回一看見違規 立刻上前置之 這回其實酒駕雙手被上扣 除了得面對提高的酒駕刑責 還得被開罰 逆上汽車最高1800元的罰單 TV的新聞黃酒駕賣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